走进开放式典藏库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相机 时间跨度超过一百年 除了一般常见的单眼相机之外 还有许多罕见的双眼或是超小型相机 每一部相机的功能和品牌 都能够呈现出当年历史的背景 狙击枪相机 那是苏联的军事用途 想想看如果是一个很长的镜头 300mm的长镜头的话 你要手持其实会比较不稳 那在军事上面 他们还是有需要远射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他就想到了把枪托这样的概念 跟长镜头的相机做结合 相机下方连接着一把枪 还设计了稳定的枪托 只要扣下板机就能够拍照 是不是超有战斗民族的风格 而德国制的相机 当然在品质上绝对有保障 特别是二战之后 复杂的折叠式相机 完整呈现了德国的工艺技术 这个的话就是1950到60 那是非常在相机工业蓬勃发展的年代 里面可以看到德国精湛工艺的折叠相机 从最早期拍人像的大型相机 到技术不断进步出现的环景相机 点藏库里展出的相机类型 简直就是人类在影像记录的发展史 各式各样的镜头底片应有尽有 就算是摄影的专业玩家 也不可能摸过全部类型的机种 绝对让人大开眼界 那我们的展期是从即日起 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 欢迎大家合家来这边看相机 那一定有你心目中 你想你曾经有经历过的相机 应该在这边都可以找得到 其中还有六台向收藏家 借来展示的相机 可不见得以后还看得到 透过浏览相机的演变 更可以近距离碰触到 百年来科技与历史发展的轨迹 不管是对于摄影 还是传播科技有兴趣的民众 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记者金献中高雄报导